八点最热报Podcast是由YouMobile为你呈现 欢迎收看八点最热报 你好 我是肖慧敏 来看今晚热报 首相安华今晚公布内阁名单 强调会设立新规定 期许内阁实现有效管理和开源节流 横横实名州行政议员阵容出炉 国阵占八人 西蒙占两人 纳迪儿子尼扎首次中选就当官 首相安华预计将会在待会儿的八点十五分 公布他的内阁阵容 那么会在节目当中随时为大家插播最新的消息 虽然是行程满档 但安华今天还是特别抽空 回到了自己的选区打门去卸票 那这也是安华在宣誓就职之后 第一次回到打门 面对霹雳的乡亲父老们 那安华也表达了自己对内阁的期许 他强调他会在下个星期一召开的第一次内阁会议 设下新规定 以便让他的团队实现高效行政管理和开源节流 避免新政府超额花费 可以专注在复苏国家经济上 那不止如此 安华在活动上也直言 由于前三届的内阁都没有坐满任期 因此他希望由他所率领的内阁可以安稳的坐满五年 首相安华今天行程满党 在进见元首之后 大约在早上九点离开国家王宫 据悉安华是向元首提成内阁名单 以寻求预准 接着便前往霹雳 安华在霹雳的第一站 先是到进打行宫 进见霹雳苏丹纳兹林沙殿下 之后就返回打门国会选区 进行旋风式拜访及向选民卸票 而霹雳大臣沙拉尼率领官员和一众民众 也提早到场迎接安华 当安华抵达后 民众就一拥而上 把现场挤得水泄不通 而安华也亲切地跟选民们握手寒暄 至于热情的选民们 直到安华坐上车离开的那一刻 都还追着安华握手献上祝福 这是安华第一次以首相的身份回到选区 引起民众热烈关注 他随后在午宴上致辞时表示 虽然今天的重点是公布内阁阵容 但为了建一建打门的选民 他也是特别安排行程回来一趟 在第一次进入沃沙拉尼普普特拉加亚 我选择拖沙拉尼 如果有机会 如果要向选民华抵辞 这次上午没有设计 今天我们会拖沙拉尼普特拉尼普特拉尼 但我们不可以 除了向选民表达谢意 安华在演讲中还对自己的内阁阵容设下了期许 同时希望自己的相位能够坐满一届任期 以有效地解决我国经济问题 好 先来看今天的晚间头条 光华既新内阁能坐满一届 拟定新条规要开元节流 新州安华说 后日开内阁特别会议 拟部长新规 免超额花费 中国报首相说 省钱回馈人民 新内阁要尊洁 光明非国阵议员入阁 鹏65年第一次 由西门跟国阵联手组成的彭亨州政府 今天宣布了州行政团队的阵容 在10名州行政议员当中 有8个人来自国阵 其中还包括了前首相那籍的儿子尼扎 44岁的尼扎在本届大选是第一次当候选人 就纵选成为柏拉姆在野州议员 如今更是官拜州行政议员 至于他将会占管什么部门 就要等彭亨大臣望罗斯底宣布了 另外拥有8个州议席的西蒙 一共是分到了两个州行政议员的官职 由行动党跟公正党各占一个 分别是直良州议员梁耀文 以及德伦敦州议员沈春祥 那彭亨新一批的州行政议员 也在今天下午在彭亨王宫 进行了宣誓仪式 10名新任彭亨州行政议员 今天下午3点 在彭亨北根王宫宣誓就职 在仪式中 先进行宣誓的国阵巫统议员中 包括了前首相那籍的儿子尼扎 而身穿粉色服装的西蒙议员梁耀文和沈春祥 随后也宣誓就任 在这10名彭亨行政议员当中 马来人占了8位 华人2位 其中两位是女性代表 巴东四海国席和刁曼州议席选举 将会在下个星期三投票 新门几天前宣布 在刁曼州席退选 让路给国阵之后 有消息传出 国阵方面也会礼尚往来 宣布退出在巴东四海的竞选 美人新闻的报导指出 来自国大党的国阵候选人西华拉兹 目前已经停止了 在当地的所有竞选行程 据了解 预料击打国阵主席 将会在今晚出席西蒙竞选讲座的时候宣布 西华拉兹让路给西蒙候选人索菲的消息 以便让西蒙集中火力 对抗国盟的候选人 那不过国盟方面却不认为 国阵西蒙合作会对国盟带来多大的打击 国盟彭亨州主席塞富丁认为 西蒙跟国阵在中央政府 彭亨及霹雳州 就是携手合作呢 已经激起了选民更大的怒气 那双方的支持者都不乐意看到首相间 公正党主席安华 还有国阵主席阿摩扎西 站在同一阵线 所以塞富丁相信 即使国阵跟西蒙最后是真的互相让路 也没有办法吸纳对方的选票 反而呢会让国盟坐收渔翁之力 国盟彭亨州主席塞富丁 昨晚为击打巴东色海国盟候选人站台后预测 即使国阵真的在巴东色海让路给西蒙 两个阵营之间也无法在选举上 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优势 顺理成章吸纳对方阵营的选票 相反的塞富丁相信 西蒙和国阵选择合作共组政府的举动 已经让他们流失更多的选票 塞富丁也信心满满的支出 国盟将会继续在刁曼和巴东色海选举中 获得更强大的支持 他认为由于国盟主打清廉 关怀人民及稳定 人民对国盟的支持度一直都在增加 尤其是国盟主席孟游丁的形象 更是已经深入明心 人们还记得到阿Bah 在某个人当时的选票 我认为中央人的选票 我认为中央人的选票 中央人的选票 但是如果我们说这位阿Bah 大家可以明白 好 这位阿Bah 这位阿Bah 首相安华孙世就任之后 虽然国盟成为了在野党 但他还是一直不肯认输 一党主席哈利亚旺 还是一直炮火全开 一而再的质疑新政府的合法地位 甚至还搬出安华的法庭案件 说他曾经是囚犯 怎么会有资格成为一国之首呢 那接下来网上还流传一段 疑似一党领袖聂扎瓦威的录音 他说之前发生过的事情将会重演 因为他们掌握相当多的议员支持 而且很多人都拒绝跟行动党 公正党以及安华走在一起 那这个疑似聂扎瓦威的人还放话 说他们会一步一步来安排新的策略 以便确保马来西亚政府最后由国盟掌控 那安华才上任一个星期多 椅子都还没坐热 一党就已经在暗中策划要推翻安华政府了 喜来登政变2.0正在酝酿当中吗 一党主席哈迪阿旺呢 在第十五届大选 就是之前呢 他也曾经很坦荡荡的承认 说自己就是发动喜来登政变 推翻西蒙政府的幕后推手 是他先联络土团党主席穆尤丁 表达了自己想要推翻西蒙政府的计划 在取得了穆尤丁的同意之后呢 他在跟巫统进行谈判 结果喜来登政变呢 就成功了 那传言中 哈迪阿旺要正在策划的 这个喜来登政变2.0 这一次他是不是更加得心应手呢 政治学者潘永强 接受八点最日报的访问时就指出 所谓的喜来登政变2.0 要发生啊 也不会那么快 至少呢 也要让安华政府过一个蜜月期 那安华在巫统党选之前呢 还是可以坐稳他的相位的 而且就算到时巫统换了新的领导层 也要看这个新领导层 还要不要延续 合阻这个团结政府 那马大副教授阿旺阿兹曼也认为 只要阿莫扎西一天 还是国阵跟巫统的主席 那喜来登政变2.0发生的几率 还是很低的 之前发生过的事情会再重演 这段疑似伊党领袖 捏扎瓦为声音的录音 是在暗示着伊党 正在暗中策划 推翻安华政府的阴谋吗 推倒西蒙政府的喜来登政变 正以加强版的姿态 即将卷土重来 马大副教授阿旺阿兹曼 接受八点最热报的访问时表示 只要阿莫扎西一天 还是巫统和国阵主席 那安华还是可以稳住相位的 只有等到巫统党老大换人做了 国盟才有机会 拉拢新的领导层 一起推翻安华政府 政治学者潘永强也认为 如果安华筹组的新内阁阵容 能够满足国阵 那在未来的半年里 安华领导的团结政府 还是相对稳定的 没有这么快了 就不用担心了 你至少要度蜜月 蜜月期回来 你才可能会有吵架 会有分手吗 没有这么快了 我的看法是说 至少要等到武统党选过后 这个政府会有什么变化 从那个时候 才可以看得出来 所以如果 在短期内 不是因为 重大的 权力的矛盾 或者是一些 政策的分歧 我相信至少在 武统党选之前 安华政府是稳定的 在安华宣事就任首相之前 国盟主席慕尤丁 一直坚称自己有 115名国会议员的支持 已经跨过了简单多数 执政的门槛可以组新政府了 但最后还是成了在野党 潘永强指出 以党现在使用的策略 其实是要否定安华政府 在马来政治上的正当性 希望借此向巫统施压 让他们知道 跟安华和西蒙合作 是在背叛马来人 竟然影响巫统 做出别的选择 这个问题就跟当初 马哈迪的土著团结党 在第一次执政的时候 跟行动党合作 后来被描述成 政府是行动党控制的 马哈迪是行动党的傀儡 让这个土著团结党 在马来社会面对 很大的一个问题 所以最后才有一个 写来的政变 然后出走的一个情况 所以伊斯兰党也试图 重复用回这个基点 不过现在已经不像 写来登政变前的情况了 潘永强认为 由于现在有了反跳槽法 国会议员不能说 想跳槽就跳槽 所以国盟如今 在游说巫统的时候 就必须花上更大的力气 加上巫统可以从安华手上 得到一些好处 像是部长或首长职位 因此如果国盟要 拉拢巫统转向 自然也得提供 更诱惑的条件 否则对方没有必要 和你走在一起 现在武统跟安华政府合作 它不只是在联邦层面的合作 它也是在一些州属的合作 所以在拼地州 在彭杉州 希望联盟甚至 让出这个州务大臣 那你国盟如果 要争取武统的转向 你能够开出比州务大臣 更高的筹码吗 所以这个也是不容易的 另外 阿华阿兹曼指出 慕尔丁坚持不相信 团结政府的合法性 因此相信国盟 会在12月19号召开的 国会会议上 对安华投不信任票 这将会是安华任相后的 一大考验 不过阿王阿兹曼认为 以安华过去 那如果国会在12月19号 通过首相信任动议的话 那是不是代表安华 就可以坐稳向位 没有后顾之忧呢 政治学者潘永强就直言 在政治上 并没有说 你通过了任何一个信任动议 或者议决 首相就可以安准无忧的 那安华接下来 还是必须要面对重重难关 不可能说一劳永逸 通过了信任动议 就能够稳稳的执政五年 他表示 国民主席慕尤丁 一直质疑安华 没有多数支持 因此通过信任动议之后呢 可以确认安华政府 是有正当性的 那这样才可以走下去 潘永强指出 要是真的通过了信任动议 那么接下来 安华政府的政策 施政能力 政治技巧 权力上的一些操作 能不能够满足每个阵营 又或者是不是能够 安抚不同的派系啊 都会是一大考验 为了应对新冠疫情 中国实施了 接近三年的 严格清零政策 那不过最近 有关中国 可能会结束清零政策 或者调整清零政策的说法 开始涌现 主导疫情防控工作的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 孙春兰呢 前天星期三 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召开座谈会的时候 就指出 随着Omicron病毒的 致病性减弱 疫苗接种的普及 中国在疫情防控方面 将会面临新形势 那孙春兰的这番话 被看作是中国政府高层 首度公开承认 新冠肺炎的危害 不再那么严重 再加上座谈会之后 所发表的声明当中 那孙春兰没有使用 动态清零这个词汇 彭博社就因此解读 中国终于开始考虑 放弃清零 虽然中国官方目前 还没有做出 全国统一的疫情管制松绑 然而在外在形势变化 还有防疫新形势之下 有多个地方的政府 已经陆续的自主放宽 跟调整防控规范 其中在这波疫情 重灾区之一的广州市 官方在星期三下午 陆续宣布解除 临时管控区域 同时强调 符合解封条件的地区 要及时解封 封控管理要快封快解 尽快 封就是解 封解就尽解 如今广州市的这个街头 也恢复了解封前的升起 中国广州星期三 宣布陆续解封后 街道上开始出现了 许多车辆和人流 餐饮店也恢复了 正常营业时间 以及堂食服务 民众如常在店内用餐 在地铁内 民众在乘搭列车时 依旧戴着口罩 至于在街上 大批原本用作 防疫管控的障碍物 也纷纷拆除 一些核酸检测的站点 也暂停了服务 另一方面 针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指责中国政府 镇压抗疫者 和中国的防疫政策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赵立坚反击美国 指美国疫情的感染 和死亡病例 是世界双料冠军 没有资格指责中国 相反的 美国应该把 自己国家的事情处理好 美国新冠病毒感染病例 和死亡病例 是世界双料冠军 美方没有资格 指责中国疫情防控成效 美方应该做的 是认真回应 本国人民的呼声 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下节日报 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 离世 遗体移送北京 习近平率领众人 局中迎邻 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 因为患有白睡病 加上多个内脏器官 功能衰竭 两天前在上海去世 享年96岁 作为中国中共第三代领导人 江泽民的离世 在中国是一件大事 各地都降半期 以示哀悼 中国官方随后宣布 会在星期二的下 12月6号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举办的江泽民追悼大会 追悼会当天 中国将会暂停 公共娱乐活动一天 并且名气敌 跟冥想防空警报三分钟 悼念活动的规格 跟中国已故领导人 邓小平的安排几乎一致 按照惯例 悼念活动 不会邀请外国代表团 或代表参加 而中国官媒央视 在昨天下午 也曝光了江泽民 在上海灵堂的场景 那画面可以清楚看见 江泽民的遗体 身穿这个黑色西装 戴黑框眼镜 上面覆盖中共党旗 遗体表情十分安详 央视同时也发放了 江泽民遗体 从上海遗邻到北京的片段 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的遗体 昨天从上海灵堂移送到北京 不少的民众都佩戴白花 沿路送前国家领导人最后一程 下午四点左右 运送江泽民遗体的专机 在北京机场降落 在第一回的哀乐声中 哀气的乐声响起 江泽民的透明灵鹫 由12名礼兵护送下击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率领众多中共党政高层 在现场鞠躬 亲自迎领 为了表达悼念江泽民之情 中国人民大会堂 中国外交部和北京天安门广场 等多个地方 也都从前天开始降半旗 直到追悼大会当天为止 同时香港的主要政府大楼 也同样降半旗致癌 俄乌爆发战争以来 在全球引发了连锁反应 那西方国家 也因为制裁俄罗斯 导致自身的能源供应受到影响 尤其是这个冬季 对欧洲人来说非常难熬 在匈亚历 目前的电费 就比去年同期翻了一倍 天然气价格更是上涨了七倍 而圣诞节即将到来 为了节省能源开销 匈亚历政府不再像往年那样 亮起大量的圣诞灯饰 那但是没有璀璨灯光的圣诞节 还算是圣诞节吗 于是当地政府就想出了一个 两全其美的折中方案 节省电费开销的同时 也同时保留圣诞气氛 不过就需要大家都花点力气 才能够看到美丽的圣诞树了 我们现在马上去看看 为什么眼前这颗圣诞树装饰品 需要花点力气 才能够发亮呢 原来它是靠人力来发电 在民众骑脚车时 所产生的动能 转换成电能 这时得到电力供应的圣诞树 才会发亮 而且这台脚车 不只能够为圣诞树 即时供电 还能够为电池和太阳能板充电 用来点亮 布达佩斯广场 中围的其他灯光 相比起往年 由于今年电费价格暴涨 市政府一直在寻找 替代方法来点亮圣诞装饰品 以节省能力开销 最最终才有了这一个 用骑脚车点亮圣诞树的想法 而地区的圣诞装饰费用 也因此大大降低了28倍 剩下的钱将会生活困难的居民 提供津贴 布达佩斯市长认为 这不只是登市而已 这棵人力发电的圣诞树 更建立了一个温馨的社区 在寒冷的天气里 居民在这里有说有笑 同时还可以一起暖暖身体 虽然圣诞灯式不如往年装饰的那么美丽 但足以让孩子们开心好一阵子了 无论您去到世界哪个角落 U Mobile都让您尽兴漫游 全新U Mobile给您免费国际漫游数据 即免费接听来电 在全球63个末地地都可享有 然而在马来西亚境内 您也可享有高达1000GB 5G高速数据 无论在国内或国外您都无懈可击 详情浏览You.com的卖